等於是第四個單元裡面 因為這個網頁 這個網站其實很多人想要抓 但是這個網站我覺得改版的頻率還蠻高的 它有的時候它會隱藏 像之前我記得在前兩期上課吧 我記得好像如果你按下這個列印斜線HTML的時候 它其實這個地方這個東西不見了 它其實是沒有的 它就是秀出來但是上面沒有問號 所以你會發現我放在雲端上面的程式碼是用Post 所以你會發現我這邊我本來的下載方式 你會發現我這邊是多一個叫PostTest的敘述 那是因為之前它這個網頁它就是不讓你抓 所以它後面就一個問號 它原來是把它藏在背後 所以我怎麼抓呢 我一樣就是按滑鼠右鍵去檢查它裡面傳的參數吧 後來找到之後 那如果說假如它這個參數是可以被看到的話 那就很簡單了 你就直接怎麼樣 直接先找到你要的那個日期 比如說我想要找的日期資料是9月1號 你要按下查詢 OK 當然啦你按查詢 這個底下的東西它會露出來表示這個應該是用Post 它這個前端的部分 應該是用JavaScript 有沒有 可是你想說如果我要抓的話 那是不是要抓JavaScript的東西啦 有沒有 你按下查詢 那這個資料怎麼變動 我剛好講嘛 你可以第一個找這個Network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Network有點像是一個竊聽器 主要是針對就是你上面參數無法顯示的時候 你可以用Network 記得先把它清空 如果裡面有東西的話 然後你按下查詢 它就會出現了 所以底下東西怎麼秀出來的 你可以看到Petload 這邊就會顯示了 它的那個傳遞的Post的這個Call是這個啦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一串Call放在那個什麼 放在Post裡面 OK 然後去丟給它 丟給它之後的話 它得到什麼東西給你 得到這個東西給你 有沒有發現 那這個東西就是一個Jetson 所以這個Jetson的話 其實它再把它轉成表格型態 就會變成你看到的 那當然 如果你說老師 那我如果要抓下面東西 那怎麼辦 你可能要注意 你要先用HTML File 物件 先把這一些東西 的文字有沒有 先讀進來 讀到哪裡 讀到一個變數裡面 然後再去解析Jetson OK 可不可以 可以 絕對沒問題 但是 難度一聽就知道很難 那你說老師 有沒有別的方法 其實有啦 因為你會發現 另外呢 我再把它關掉一下 它除了說底下表格之外 它上面有一個叫列印斜線HTML 它其實會把下面東西 應該會帶一個HTML 放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 這個東西有沒有 其實就跟這個東西有沒有 一模一樣 那還有一個 有沒有發現 它這邊跳過來的東西 它是帶有什麼 帶有參數的 有沒有 所以其實你用GET就好了 那如果以這個來看 非常簡單 我跟各位講 你要建招拆招 就是Jetson跟這個 你要用哪一個比較 當然用這個嘛 還有第二個 它這個是一個 是不是一個表格 看一下 如果是表格 就可以用creditable 按右鍵檢查 那怎麼知道是不是表格 你按右鍵檢查之後 看到它的上層是不是一個table 那是一個table 那table 最簡單的方法 不就用什麼 用creditable就好了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抓這個資料 非常簡單 你就拿之前的範本就OK了 那如果你實在找不到範本 你乾脆找這邊吧 那如果以這個來看的話 因為這個傳遞的方式 是你看不到問號的 那如果你看不到問號怎麼改 一樣拿這個來改好了 我把它Ctrl-C 然後呢 你就把它貼到 你的 記得按右鍵 先開一個模組 把它貼上好了 貼上 那因為呢 這個地方它不是POSE啦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POSE TEST 這一行把它註解一下 註解就前面加單一號 或者你拿上面這個工具列 應該知道吧 這個編輯工具 這邊有個使程式變為註解 也就是我不要傳這一串喔 那請你把這個網址怎麼樣 直接就改成GET 就是剛剛我們看到在 最上面這邊的這一個有沒有 這個網址 把這個網址 這個應該我再重新跑一次 再把這個點一下 這個有沒有 上方有一個列印斜線HTML 你點了它之後它會跳另外一頁 就是上面這邊這個網址 那因為這個網址實際上就是問號 GET 這個把它複製一下 那貼哪裡呢 記得貼到剛剛這個有沒有 UIL分號就是把它原來沒有帶參數的這一串網址 直接用剛剛那一串貼上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 到底多什麼 我Ctrl T一下 原來是這樣 它是MI index20 然後把它Ctrl Y 再貼一下 不對 在這邊扣一下 這邊才對 這個也一樣 所以應該是多這個吧 那前面這個網址好像它也把它改了 所以它的網站有時候不見得說每一次都一樣 所以你這個爬蟲有時候一段時間還是要修正一下 因為它的主期給的這個網址跟它的參數有時候會變 那主要我看應該是這個地方有改比較多啦 就是問號後面的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應該是日期吧 就是2023的9月1號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把它改成活的話 那應該自己來改就好啦 加一個Inf box也可以啦 然後再來的話 End response 後面加一個等於什麼 等於HTML 所以後面那個參數應該是它的格式 所以如果這一串假設我把Respon直接改成等於Json 不知道它會不會丟一個Json給我 你可以踹下看 說不定可以耶 有的時候說真的以前都是這樣try try有就ok 如果沒有就算了 來個Json 看一下 M是這樣 有HTML 我不確定啦 Enter看看 有耶 所以它等於是說 如果你假設用這個方法取得它可以有HTML跟Json 那會不會XML 如果有的話那當然它有時候會多一些格式吧 XML Enter 好像沒有 所以它大概頂多就提供兩種格式 那如果以剛剛這兩個比較啦 所以這沒事你難道會想要抓這個嗎 看到這個你就可能頭暈了有沒有 但如果你假設要抓這個HTML 那就比較簡單 所以第一個把它call到這邊來有沒有 然後第二個的話不用post test 如果將來你是get的話啦 比較簡單 你不需要多一個參數 不是說你要多一個叫get test不用啦 直接就是把它貼到網址後面 然後run一下應該就ok了 所以我假設把程式輸入完畢之後 然後我把這些先清掉了 ok 然後我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我第一行一定還是要清掉舊資料嘛 然後這一行的話就是把這個資料 幫我把它取得之後放到A1 然後這個都不變 那web tables的話你可能要算一下 它是不是第一個啦 那我剛剛算一下應該是第一個啦 ok 因為裡面好像也只有一個 好那refresh一下 有了有了 ok 只是說那個藍寬有沒有 這邊突然看到後面什麼 原來是這個排名有沒有 它這個藍寬不ok 那一般的話我看 RAW1.delete 我現在好像把第一個刪掉 這一欄 看一下它多這個排名 多這個排名 可以不影響 那所以喔 這一行應該是不需要三才對 我這邊多一個 我先把它註解一下 因為我不知道 這個Color 那這樣的話我就把資料抓下來 只是這個有點怪怪的 它那個藍寬好像實在是太 所以到時候看需不需要把它做個調整 這個我想自己再調一下 那其他的話 那其他的話呢 像以這個create table 其中還有一個地方 可能要注意一下 像這個參數啦 這個參數叫什麼呢 叫web formatting 那你會發現喔 我給它的是什麼 formatting formatting就格式 然後none 的意思是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抓下來的資料就是原始資料 原始格式 就是沒有 那個 它上面的顏色喔 可是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想要抓的時候呢 這個表格喔 它的排版我覺得還OK耶 剛剛為什麼跑 是不是這個 應該是這個藍位吧 所以是不是我們抓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把這個避開 對 我知道為什麼要刪掉第一列 就其實刪掉這一列啦 有沒有 剛剛這一列造成的麻煩 所以大家了解了 所以為什麼我要加這個 就是把第一列刪掉 不然的話會 那個藍寬會變怪怪的 那如果假設啦 最後這個地方呢 如果我把這邊加註解的話 那最後的結果 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把網頁上面的格式 也通通複製過來的意思 所以如果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喔 它的粗體字延續了 它的加號跟減號的顏色 也會被抓下來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的格式 這邊有沒有 Web Formatting就是你要不要把網頁上面的格式也拿下來 如果要的話呢 那你就是直接在這邊加一個 這個註解符號就可以了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剛剛講的這個程式 在雲端的第幾頁 第四頁的地方 其實很簡單啦 就是說 把那個post text這個可能把它註解掉 這個你可以試試看 然後把參數放在這邊改一下就好了 另外的話 我是建議啦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把那個參數有沒有 改改看 改成那個json看看 不過跟各位講 如果你用json的話 那你就不能用 query table了 為什麼 因為它回來的東西 就會 就不是長這樣喔 就要長成json 那你要怎麼解析 那你就要看上個禮拜的 就是要把這個先抓下來 然後怎麼樣 上個禮拜講的就是這個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接著 就這樣 чтобы讓你們回來 隨便 你說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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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說明 說明